敗家呢 不是那麼簡單的 你和我你有能力敗家 你說笑呀 今天要介紹 我們的天皇敗家 巨星 姓鄭 一對父子 希望大家會 留意一下 香港真是出了一對 極之厲害的 敗家父子 絕對是 沒得頂呀 1997年股價曾經高見到70元的新世界發展 上次呢 上星期就說了 嘩 這麼跌 看 今個星期 8.5元都守不住了 上港的時候8.5元 說8元 真是穿硬的 嘩 幾聽話 星期一 一開盤 就跌穿了8元 低見到7.9元 立即劉定堅那個預言 砰 實現了 放心啦 收市 不要那麼養衰 彈上去8元那麼大把的 哎呀 這樣就是了 2024年現在才是4月 真是長路漫漫啊 大哥 2024年還有很多個月 八個多月 陰光 揹著2000多億債 還有600多億的短債 鄭宇彤交棒了給兒子 鄭家純 但是中了風之下鄭家純 似乎反應慢一點 令到大家都對這個新世界的股價很失望 去到2021年 他就交了棒給大兒子鄭志剛 但是當時來說 最高的價錢 只是看到36.89元 即是說 他接手了沒多久 即是97年 其實當時還沒正式接手 但是 彤叔都慢慢給了他 那麼 跌了一半 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 到錢億計的錢 就算了 大哥 在鄭家純手上 這個新世界 charm sharp cut 他說他一生人 最想就是把這個新世界扔上去 四大 不要被人踢走了 希望 香港的所謂四大的家族 地產的 有新世界一份份 不要被其他第二家族頂了他的位置 不好意思 人家是新加坡人 為甚麼拿了你的位置 三大不太好 順和 那麼 看看鄭家純 拿了這個位置 書道正恩36.89 最高價錢的時候 交給鄭志剛 鄭志剛厲害了 二零一年 就做了這個新世界發展主席的威 然後大家看到很多 做商場做得挺漂亮的 藝術家來的 鄭志剛 大家都說 以前鄭志剛還沒接手的時候 鄭家純就沒什麼用了 鄭志剛厲害了 厲害了 人家超級厲害的 還說那個爺爺 想著不要讓鄭家純接了 給個孫子 頂你的肺 鄭家純當然聽聽 爸爸也有道理 好啦好啦 雖然我接了 也讓鄭志剛去接了 所以那時候拍照 每次都是這樣 同叔就坐在那裏 後面站在兩位 家族繼承人 長子的孫 一個就是鄭家純 就是長子的孫 這個鄭志剛 三個人拍照 有誰鄭志明粉嗎 鄭志明 去哪裏 一邊拍照 大家都知道鄭志剛是你接的 誰知道鄭志剛 2021年 接手 做主席 現在多少年 2024 三年而已 三年之後 三年 剛才說了 8元 跌了7.9元 36.89元 跌了8元 輸了多少 不是很多而已 爸爸 你輸50% 我輸78.3% 我輸78.3% 厲害了 青出於藍 頂他的肺 三年 不見了78.3% 你說是不是很厲害 你說真的 爸爸 你這什麼叫敗家仔 我就敗家仔啦 你看我多堅強 你一輸 輸了八成 大哥 三年而已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鄭月彤交給鄭家純 然後鄭家純交給第三代鄭志剛 24年了 足足24年了 但是你放心 鄭志剛三年而已 比你 好多啦 爸爸 你搞21年 都是輸了一半 哎呀 不夠 我三年輸足八成 真好多 鄭志剛真是青出於藍了 沒得頂 跟著兩代父子 在24年裏面 接了這個 阿彤叔 那個新世界 我跟你說 我跟你啊 想都想不到啦 70元跌到8元啦 糟糕啦 真是 兩父子加上輸了62元 足足跌了88.6% 我跟你說 什麼叫敗家仔 敗家仔之王 是父子一齊來的 大哥 你這隻建力士 建力士冠軍絕對可以 清得上 擺得上去上面 幾千億的大哥 喂 兩父子 張阿爺 割組業 撐他肺 真是瘋了 誰真是 聽阿彤叔說的 彤叔 你既然給兒子啦 然後你是長子的孫 都是這樣傳下來的 都是你所說的 大家都看你這樣 哇 混蛋 真的大哥 拿著股票 原本有70元的 跌到8元 真是夠命啦 算了所有息都死得啦 不見到幾千億 敗家仔 敗家之王呀 我跟你說 大家完全不需要再找其他人 跟他比鬥 沒有資格給呀 一定會省一點啦 輸死你啦 所以呢 我們這個敗家仔系列 即是叫 敗家仔 王者 一定是這兩父子立了 當然啦 為甚麼阿淳官都害怕的上來 哇 大佬 他說我 我都算敗家啦 大佬 我十幾年我才 輸過一半呀 你不是呀 大佬 嘉純說 鄭哲江你很厲害呀 你搞的商場很厲害呀 你搞的 你拿了我這樣的基因 你發得很大呀 三年輸了那麼厲害 我跟你說 所以為甚麼 鄭哲明會走你 你做老豆你自己說 你交給鄭哲江 三年輸成這樣 你又你踢不踢他走呀 他不想踢呀 都要踢你走呀 所以急急 就找個 小子來頂 鄭哲明現在 很高興呀 你不是高興呀 說個故事給你聽你就知道呀 你不是高興呀 未必是你坐穩的 總之 無論如何都好 我們大家一起拍手掌 恭喜 鄭家得到這個敗家仔之王的稱號 沒得說啦 這兩父子贏了 尤其是鄭志剛 補得鼎 掌陀了40年的 同宿鄭月彤 在2012年 2月的時候因為新世界要 派業職 這樣就告訴他 哎呀我走了 我不做了 就交給這個 大兒子 鄭家純 那麼 那麼 這個新世界發展的主席 還有董事職務都交了給他 自己做榮譽主席 榮譽主席 可以說就沒有了 那麼 鄭家純從那天開始就正式做這個主席 那麼鄭志剛呢 就擔任這個 聯席的總經理 兼這個執行的副主席 那即是說已經擺了那個孫 這個的孫 是用來做接棒的了 那童叔 你這一生人你最擅長的 真是 哎呀我頂了你這個 這樣的設計 真是 終於就 阿童叔在 12年同年9月就 腦血管生失 入醫院 到了一路都住院了 去到16年就去世了 那麼第三代的新世界 第二代一起就入這個新世界正式去接管 那麼大家就看到 但是放心 就是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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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厲害 繼續改革 期望每年有雙位數的增長 最終是雙位數下跌 沒有他沒有雙位數下跌 單位數下跌 他的兒子也有 他整次說厲害很多 真是傻氣 正出語蠟 他說 希望像爸爸一樣 我做二十年之日退休 二十年是多少 2032年 現在是2024年 二十年慘了 還有八年 現在中風之後 經常都坐在家裡做事 其實中風之後 我想也有些遺傳病 同同叔那樣的東西 吃得好東西多 於是現在 再這樣搞下搞下 還有八年 我想還要一元股價 今年八元 每年跌一元 退休的時候只有一元 搞不定 同叔給你的時候70元 最後只有一元 真是落到去 怎麼跟同叔交代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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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上位的鄭志光 雄心壯志 他跟基金的經理揚演 要重振新世界地產 哇 真是厲害 大家拍手了 他說 我要把這間新世界的發展 變回這個 死大地產之日 每年都收入 達到幾百億計 這樣就是 百億計 債 有啊 你做到了 你成功了 新世界曾經跟長實 新地 恆地 齊名 現在比順智 後來居上 新加坡力量 怎樣 怎樣 人家現在的順智 你記得 二百億左右 是啊 他不知二百零一億 算鬼數 就算是二百億 早晚就跌了 可能領日已經跌了 散了 好了 那你說 相對不ó 相對來說 尊至六百多億 人家三倍或以上 大家不要再斷 於是 別再 research 去玩 rada 在新界北 買日本 下、多大大 老闆 總之 大家 來 來 買了 買ọi 新世界 大家 出去好運 又 boa ículos 將出品 新的地层、產品重新在大執位 所以你不要不相信 這些太子東西 真的給你很多正斗的東西 2012年的時候 鄭氏王國長陀人鄭家純先生 當然很有信心 就是要拿回四大地產商的地位 跟兒子一起說 我們父子拍著照片 但是回去看他其實在89年 童叔第一次說要退休的時候 他已經很老了 你看看鄭家純一接手的時候 嚇到童叔就暈倒了 周圍的人不只是童叔 全世界看 買新世界嚇到死 因為他要擺脫 童叔的影子 自己要大展權的 於是在89年 42歲 當年年年輕 當然要 這麼辛苦 爸爸你給我江山 這個江山挺好玩 江山如此多分 就是這樣 分家分 先 用高價買了美國的華美達 酒店 大家都很熟 然後買了永安集團的資產 哇厲害 買買買買買買一年之內 用了68億 不斷買呀 多開心呀 買得很開心呀 很多人都立即叫我做老闆啦 美女還沒學上來呀 怎知道發生了什麼 89當然是文文六四事件 哇慘呀 資產大貶值 公司的大負債 童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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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叔要出來出山 又要再 指點降山 沒有辦法 那麼 雖然上了很 重重的一課 但是我跟你說 敗家仔就不害怕 有家 你敗嘛 2000年科網股爆破的時候 新世界 透過新世界 基建 用2.7億 買了直谷的科技公司派位 其實就靠 淳觀那時候 那些朋友 中國同學 穿針引線 這樣 就搞的 那麼終於 當然是慘淡啦 是不是 又在自己 不知情之下 就被人派櫃走 那些資金 那樣的東西 那麼終於要撥避 40多億 哇 新世界當年 輸了10億 陰功 多誇張 那麼很早的他已經訓練了鄭家純 相對 四大來說其他 沒有那麼誇張 沒有那麼快 但是只是 用了兩年的時間 就是 阿純官真的都幾厲害的 沒有得幾下 沒有得幾堅強的新世界集團的時候 全年盈利只剩下5億 負債60億 厲害嗎 那麼 也都很難說所以為什麼鄭家純當時 大家都說他一決不振 就是 發現自己對自己沒有信心 當時當然是想著 我要厲害的 我要厲害的老爸 什麼成的 但是 不關我的事的 為什麼 事不與我嘛 誰知道有六四而已 你想不到啊 人家常常都想到 總是人家會避 你也會避不到 就是這樣 於是乎 阿純官那時候開始 轉 轉了什麼 轉了去 不算是沉花紋樓 是找 女人 安慰自己 他一找 找了個什麼 大法官 就是 Blubert 王詠 王詠 這位王詠 自稱為 貴族的 Blubert 1992年畢業在倫敦大學 法學系 回來香港之後就執業了 曾經有過一段非常精彩的歷史 就是 大家很熟 他跟大樓 劉鑾雄 撫戀五六年 真可憐 當時 劉鑾雄為了挽留這一段的感情 曾經三次登廣告 公開求婚 號稱是 Blubert的 王詠儒小姐曾經說過大樓送過三千多萬的鑽石戒指 給他 就求婚的 他也不為所動啊 後來大樓就透過 好朋友 鄭育彤的同宿就說 你遊說他不如回到身邊 他也不想 但是呢 他就接受了大樓之前 二千八十萬送一間 很漂亮的豪宅給他 當然啦 這位Blubert王詠儒就說 不是呀 我也有給過錢的 也有給過的 不知有給過多少 終於就給了房子的 爸爸 媽媽住了 爸爸就是大法官 前大法官 高等法院的 王健秋 王健秋大法官 又很有名 跟大家 講一下 他在2003年曾經是做過 平等機會委員會的主席 那麼 因為曾經炒了那個的後任行動 總監 這個叫 余仲賢 引起很大的風波 只是上任了兩個月而已 在這個平等機會委員會當主席 就被揭發 在這個做法官的時間的時候 曾經透過王詠儒這個女 收授了四張 大法官不可以這樣 收授了四張 劉亂雄 宋正的頭等機票 然後才去過內地、歐洲、美國這樣旅行 別的女人 他女 你是Blu-Budd來的 那麽我也是Blu-Budd 爸爸當然是Blu-Budd 於是 你給我一些 美金 讓我去游浮 游浮期間之後 她又回來 和政府申請 女友津貼17萬 不,你這費 明明是用 劉鑾 Hungs的錢 去游浮 又申請 我要拿回 又吃又吃啊 大法官 不是什麼 結果涉嫌 詐騙被廉署 起訴 他自己是高等法院大法官 被廉署起訴 多奇怪 又說住在大樓 送給他的女兒 一間豪宅 很多醜聞影響之下 最後就 被傳媒迫害 那怎麼辦呢 辭職 當時做律政司的黃仁龍 在三年之後 決定發現不到有足夠的證據 證據當然不夠 自己有 不如起訴 大法官是好人 大法官證明了沒事 王健秋 即是王詠玉的父親 這位大法官 有幾個子女 大兒子叫王兆文 是著名的封濕專科醫生 搞呀搞呀 又試過搬了地址 去新世界 遞入大廈 你想想一家襯 還有一個姊姊 叫王哲玉 但是她是事務律師 就不像 王詠玉 那樣是大律師 聽說已經做得一般 兒子 還有一個小兒子叫王兆武 父母很疼這個小兒子 但是她是最沒有出色的 不是很讀到書 在新世界 酒店的前台做了服務員 職員 做了兩三年就離開了 小時候又整天去馬場 借錢 諸如此類的事情 後來就開過六寶尾鑽 曾經用父母的名字 借錢 總之很吵架 很快就失敗了 王詠玉 這段感情 搞到後來都幾大件事 曾經試過 因為晴昆 搞不定 有很多美女 去等她 王詠玉相對來說 可能她覺得自己是blue bird 不用那麼美 她真的相對 美女的女朋友 差很遠 曾經試過吃八十粒安眠藥 她又死不去 厲害 去到醫院的時候 看一看五分鐘 可能在等她 急啊 於是 那女生死心 你追求我的時候 很積極的 現在搞成這樣 真是很不開心 大家問她 究竟你覺得大佬有沒有很愛過你 她說 愛不愛我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她一生人最愛自己 這番話 劉振偉跟周星馳也說過 咦 阿星仔 你想結婚? 你不是一生人只愛你一個嗎? 愛你自己嗎? 哈哈 她真的敢跟她說 周星馳想一想 也是 最後她都沒有結婚 好了 講講這一位blue bird 嘉純哥 情人知己 因為鄭嘉純有老婆 這位黃詠瑜小姐 1970年在香港出生 相對來說 當然是比過 嘉純哥的大老婆 正式老婆 年輕很多 八零年 皮膚很白 八零年留學英國的 聖Brighton School School 1992年 倫敦大學法學系畢業 讀到書 1993年 跟師傅遠雲道 那麼出名 童年獲 委任為執業大律師 儀式是由父親黃建秋主持 哇厲害 有個女兒 繼承自己 她不去做法官 法官可能 老爸跟她說 喂 不是夠好賺食 哈哈 外面好賺食 是不是 你又白白正正 好了 1996年 就進去了什麼 嘩 找位 話之 做劉亂雄的私人助理 你知道 大樓這些 找得私人助理 找一找一找 找一找 上床 正啊 童年參選過 這個臨時立法會 當然是失敗 若不是重一正 1997年 就成為華人置業 愛美高的執行董事 一路跟著這個男朋友 一路上 去到98年 就做了華人置業的 集團總經理 厲害吧 01年就離開了華之 就是在青紅大狀的律師事務所工作 到了04年 自立緩戶 開了律師行 你看到 黃詠宇是一個非常堅強的 他是 要不然可以在大樓那裏 生存到 普普通通人 那麼容易嗎 那樣 我想 那些有錢人都是 你看到年輕人 能夠懂得做事的 不多 找到一個美女 雖然我不覺得他很美 一般 那麼 起碼 又做到事 又做到事 所以 搞在一起 都很容易 那 04年 他就說 自立門戶 但是人家發現了 他很多的生意 都是跟新世界有關 那 原來呢 他跟劉聯熊 拍拖的年期 你知道 有坐大碟會 大碟會 經常跟阿彤叔一起 跟阿彤叔一起 就會認識 阿彤叔的兒子 就是鄭家純 所以後來搞一下搞一下 咦 人家發現了 原來 鄭家純跟他搞上了 鄭家純是有老婆的 所以 就要 盡量都 掩掩色色的 不要搞到他老婆太難堪 那麼 2009年 這個狗仔隊 就去跟蹤 這個 黃詠瑜小姐 就發現了 哇 在停車場裡面 拖著一個小孩 就是他跟鄭家純生的 這個小孩 很得得意的 當時三歲而已 在停車場裡 突然間 有一個人閃了出來 那個人 叫鄭家純 一聲很快 跟他上了一輛七人車 哇 全家人 飛到哪裏 飛到山頂 一個奧斯丁山 遊樂場 因為那裏 沒有什麼人 很少人 於是可以 清淨淨淨 享受一下家庭樂 被小孩 去踩單車 鄭家純 走去 跟黃詠瑜 牽著小孩 走走走走走 這些 都度過了 美妙的二人世界 那麼 鄭家純 自從認識黃詠瑜之後 真是黃詠瑜是個大狀 那裏 就發現了 他的官司特別多了 那麼 新世界在美國 又打贏了官司 就贏了 28億美元的賠償 哇 好厲害 所以說 有黃詠瑜 就有錢了 為什麼 Bluebud會成為了 這個 鄭家純身邊的 情人知己 為什麼 又吃又力 財息兼收 是不是很棒 當然是 然後 又向保險公司 曾經索償2億港元 幫世界賺不少 所以說 彌補很多很多不同的 古靈精怪的損失 那麼 股價繼續跌不要緊 最緊要 身邊的 男人 找到錢 又照顧一下 Bluebud有空買 一些漂亮的 Hermits Hermits 漂亮袋 這樣就行了 是不是 那麼 記者就會說 自從 Bluebud 黃詠瑜 小姐 就 就是 找到這條 大水喉之後 計算啊 大樓 咦 大樓你大嗎 這條 更大啊 厲害啊 射到他全身都濕了 真是多開心 好了 生活之下 無憂 只是車子給三格 慢慢選 有限時間 Doremi 選哪一格出入 那麼 有了這個 阿淳觀照顧之後 當然 就很舒服 那個 正印 幫阿淳觀山的三個兒子 一個女兒的 葉美卿女士 那他都 算了 有了 有空就打麻雀 打麻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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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rozm 打麻雀 其實王允 與 這個 阿淳觀 一齊 當然 Guy 可以從香港 ska broad 然後 其他 他們倆 比他們 比較多 可以從英國 從 visions 其實 其實金絲獎碼頭 順冠投資了很多 在2012年 彤叔退休的時候 剛剛接任了新世界主席的鄭家索 透過他的公司Kite Dragon 用了48億港元 買入了倫敦泰晤士河的Grainridge Peninsula 項目的六成股權 一年之後再買 其餘的四成股權 基本上整個Grainridge的 Penisola 全部都是 屬於順冠的 如果你現在想去租的地方 我就查過了 它是普通的小單位 大約約 兩萬至三萬五左右 一兩張床 地方當然好 它是一個獨立的 location 但是如果你要買的 現在也有的 但是 漂亮的 三房大的單位 達到兩千萬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大的project 是很漂亮的 看看你自己喜歡什麼生活環境 這個項目的總投資是 接近 840億 現在我想值千多億 當然啦 因為 英國的 豪宅 Brisid Brisid 脫鉤之後 跌過一段 但是現在又 穩定了 所以這個資產 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資產 但是 其實在2002年的時候 鄭月彤還主宰這個新世界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帶著鄭家純 用周大福的名義 用12億 購買倫敦的 一個199號的地皮 其實那塊地皮是非常漂亮的 大家很清楚 哈威爾斯 哈威爾斯這家的百貨公司 最漂亮的百貨公司 就 只能看到這個 海德公園 上次去 看英女王 我也有過去 他過身的時候 大家去紀念他 其實當時 很多人 都在海德公園裡面 悼念 因為可以 不放很多花 那麼 這個就建了有200 個單位的豪宅 叫做Kybridge Kybridge 在2005年已經完成了 被認為是倫敦其中一個最高級的豪宅物業 頂樓有8000呎 曾經拿過大獎的 2006年的一個 物業大獎 到了2016年 鄭家純在沒有什麼 預警的情況之下 沒有什麼鮮兆之下 應該是老中風 然後暈倒了 慢慢在醫院的藥 康復了一段時間 他自己也說 他經過一段時間 現在好一點 之後就在家裡辦公 就在家裡辦公 後來近年 大家都看到 他就透過自己的開電視 說 還未 定 誰是繼承人 我覺得其實 他也很清楚 因為 看了 鄭志剛用那麼短的時間 搞到公司 我不相信一個正常 正常的 老闆 你還會 願意 讓鄭志剛 繼續做下去 所以為什麼他 捱了 鄭志明 小子 突然間 去上位 我想這件事 第一就是要威脅鄭志剛 要小心一點 但是我們看到 沒有什麼可以做到 阿成哥特別幫幫他 你現在欠那麼多債 其實有什麼可以做到 已經太遲了 我覺得 真的太遲 神仙也救不到 而且市場不好 市場不好的話 你現在 新世界 你說 我可以 變到多少資產出來 我想 也沒什麼可能 很誇張 我相信新世界 就會 在今年 會有一個非常之大 不好的情況 所以其實你見到很多基金 都不斷勸別人 不要碰 因為他 最壞的情況 對我來說 他還沒 見到出現 他一定要將 這個 K11 去分拆 但是你現在又不用 因為市場不好 你又拿不到多少錢 變成 整個新世界的集團 裡面 他現在動不了 因為 你欠太多債 你要再繼續 去前行的時候 我想 你改這個領導階層 都是一個 有機會啦 起碼 你 變一下 所以他現在 新創建了 先找了 鄭志明去做 希望 我想他會幫幫鄭志明 讓他在那裏有些 表現出來 然後再用鄭志明 去 進入新世界 不過也很麻煩 因為鄭志明 相對來說 沒有做過這麼嚴重的事情 你做新世界發展 你不做的話 鄭志明就一定不行 現在 那些基金是完全不相信鄭志明 你一定要做 原來有機會 找一些機會 原來翻身 當然 你看一下 阿成哥到時怎麼幫幫你 因為他現在欠那麼多債 其實真的無力 太多太多債 你又不覺得 會有什麼利息的減 因為你 你要預算時間 讓他解決了這堆問題 現在 兩千億的債務 真是新世界 很嚴重 鄭志明丟了很多的資源 放到大陸 還有放到新界北 希望 有機會 翻身 我看不到 我不明白他怎麼做 所以 這個 這個東西 是很難 去搞得 當然有些人會說 是不是玩的 鄭志明也其實是假的 為什麼呢 因為 搞呀搞呀 他說三、二年才退休 那 其實 還有幾年 還有幾年 會不會 小孩子 現在多少歲 Blubert的兒子 現在18歲 會等到六年 可以 會不會 找找鄭志明的時候 找他 撕不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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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阿淳冠是不是可以撕得那麼久 然後扶著這個小孩子 我想是這樣 打仗一次 真的很誇張 所以那個名義在這裏 現在新世界 非常之混亂 我就 敢猜 我覺得 鄭志明 大翻身 就 去做 這個 既然擺了他做新創建 鄭家淳會是 黏著他 然後 然後 會直接 讓他試試新世界發展 因為這樣 跌下去 是不行的 你 給他一個小孩子 搏一下 搏不到也沒有辦法 是這麼多的 搏不到 就剩下你們的 你們自己搞 就是這樣 因為整個新世界 你現在已經是一個非常非常之差的情況 你看一下 怎樣救 我也不懂 老實 我看不到 因為債務那麼高 還有新世界 還有很多商場 影響到 之前說的 商業大廈 都不知道他怎麼搞 真的 不如你出山吧 由你去指點江山 看看大家怎麼搞 這個呢 我看到的東西就是什麼呢 今天要講 白家仔的故事 我們看到 你這個老爸呢 是這麼喜歡去 我講的不是鄭義彤 是鄭家純 鄭家純這個老爸 對鄭志光 鄭志明 這個老爸 他這麼喜歡去發大 說要自己來玩 其實鄭志光 就是雷近 又是這樣的 心態 你想想 你一 握拳 然後就 然後就想表現自己 其實鄭志光也一樣 很想表現自己 你想想做雙重 那些人都過了 怕了手 但是不代表賺到錢 喂 是很悶啊 做地產的東西 多悶啊 你看 李澤巨 很悶啊 每次開記者追求會 真的很悶啊 但是 地產就是這樣 你不是用來玩得漂亮啊 是不是先 他玩得很漂亮 K11玩得很漂亮 那又怎樣 就點沒用的嘛 你跟股東賺錢 只有用的嘛 現在的問題就是 鄭家純 那種 接到之後 就發大去玩的那種東西 那個的感覺 是放了在鄭志光 我不知道鄭志明 是不是還有什麼 不過他 他也沒什麼 也沒什麼錢 我還在做 所以呢 這個敗家的情況 就在鄭志光 重複了 更誇張 因為呢 近年 近這三年的環境 就沒有那麼好 當年鄭家純的 更好一點 所以新世界我就完全不太好 就是 我覺得 大家要等他 跌到很低位的時候 才看他到時候有什麼情況 你現在 我 跟其他人估計都差不多啦 我想他還是要找 沒有公司 就是 周大福去救救他 要不然你短債過不了 但是你短債過了 他還有很多債的 但是他還有一千多二千億的債 真是 不知道 不懂 你想一下 這對父子 敗家可以敗多幾千億 不是普通人可以做得到 所以他們有自己特別的能量 我的解讀就大致在這裡 希望大家可以 覺得 鄭家純 就是 怎樣可以在這個 找個下一代 突然間找個 今年18歲 可能過兩年變成20歲的人出來 哇 厲害了 中興啊 原來是一個年輕的兒子 比李嘉誠厲害了 超級 這樣變化了 是不是 大衛 做下哥里亞 到時 哥里亞就變成了李嘉誠 我大衛出來 老實在做瓜 20歲就行了 好厲害 這些故事你信不信 敗家仔系列 鄭家純 鄭志剛 父子 沒得頂 輸幾千億 大家記住 列入史冊 好 希望你喜歡這個故事 希望你 點贊 subscribe 拜拜